看小视频绝大语文 干 干是一个分叉的木棍的样子 它是中国最早收链用的武器 随着人们制造武器技术的进步 古人在树叉的顶端 加上了磨得很尖的石醋 在干的手柄处 加上可以用来捕鸟的网 于是干就变成了丹 上面的两点表示石醋 还加了一个网袋 这种武器既可以用尖尖的头来刺杀动物 还可以挥动起来用网捕捉飞鸟 非常厉害 有了它人们就可以单独狩猎了 因此丹又有了一个的意思 如单独单独单一 弓加单就是弹 弓发射出去的武器就是弹 如子弹导弹等 看小视频 绝大语文 鞠 鞠由诗加骨构成 鞠字中的诗就是一个人高高端坐的样子 在古代一般人都习地而坐或跪坐 而能高高端坐着的往往是地位很高的人 狮子下面的骨算只能让人坐着的东西 如凍子 鞠是一种骄傲的坐姿 在它的左边加上一个单人堂就变成了鞠 如 鞠傲 鞠满 鞠由坐下不走就引生出了鞠的意思 所以鞠和鞠经常在一起组词 鞠鞠 古文就一句 宁可食无肉 不可鞠无竹 就是说古人很喜欢竹子 在自己的居所常常种下一处处的竹子 代表包上的细节 表现自己谦虚的态度 看小视频 学买语文 招呼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常会与邻居 同学 老师 打招呼 招 是由鞠手旁 加照字重达 照这个字 很形象 上面一把刀 上面一个口 持刀登高一呼 这就是号召的意思 加上鞠手旁 用手来照 就是招 无 招手 招篮等 呼 原本和呼 平 是同一个字 表示 慢慢的 缓和的 平稳的把气吐出来 通常 我们在说话时 也在吐气 所以呼 也表示说话 发声 比如 高呼 哭喊 因此 打招呼 首先要招 扬起手 挥一挥 又平又友好 然后要呼 用适当的言语 分身好 五 你好 吃了吗 看小视频 决大语文 快 快 快 由树心糖 加怪 构成 怪 是功努的 班级 表示缺口 快速的意思 所以加上树心糖 快 就表示一种心理的感受 高兴的时光 总是匆匆而过 比如和好朋友 一起玩的时候 时间 总是 酥的一下 就过去了 相反呢 当你在做一些不喜欢或不开心的事时 就会觉得时间变得好漫长 度日如年 所以快 就表示高兴 舒服 如快乐 快活 痛快 快一人生等 快乐的时光 总是很转散 很快就过去了 所以快 后来又用来表示迅速的意思 如快速 飞快 看小视频 别败一文 音乐 古文字的音 上面是一种吹奏乐器 样子有点像唐呐 下半部分是一个张着的嘴巴 所以音就是张口吹奏管乐的样子 乐呢 我们从乐的房体字可以看出 这个字里有丝线和木头 有丝线 又有木头的会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木头上系着丝线的乐器 也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弦乐 比如古琴 二胡 琵琶等 由此可见 音来自于管乐 乐来自于弦乐 两者结合 变构成了音乐 音乐能净化人们的心灵 我们也可以借由音乐来抒发情感 使情绪得到释放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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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